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件事情就要取得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取得资料 各位你应该知道我们取得资料包山包海 甚至我要连接到资料库 连接到云端 能不能连接到脸书 去查最常来按赞的人 所以你要连到脸书 能不能连到GA 可以 能不能连到SQL Server 当然可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在其他这边取得资料的其他 你看这边有分档案的 它可以跟这些档案做结合 其中有一个叫PDF 有看到吗 那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PDF PDF它是什么档 图片档 它是影像档 它不是你知道像那个记录 像你是要这种记录的 它会自动把表格 因为它不会去抓文字 它只抓表格 抓到表格 它就变成一张资料表 假设你这张PDF 这个文件里面有十个表格 它就会自动的产生十张资料表 可以了解厉不厉害 厉害吧 但是它是学Table 这样了解 最早有这个技术是Table Table又是学谁的呢 Google公司 Google公司本来就已经有OCR了 这是你们可能要稍微知道的 这边还有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除了你本来就知道的SQL Server 这你一定要知道 好怎么连 那有没有什么买SQL 一定有嘛 那除了这些以外 除了这些以外 有没有看过 不晓得你们知道 像那个 一些云端 像那个SAP这些都很贵的 好 IBM DB2 这都是很贵很贵的 Oracle Database 通通可以连 再来 我是要介绍 线上服务 线上服务 有没有看到 GA 那脸书在这边 那有没有IG IG跑去哪里 反正就算现在没有 未来也都会慢慢的都加进来 那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它这边有一个专区叫Azure 它就是不要介绍Google公司 也不要介绍Amazon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还有这套软体 有没有Mac版 当然没有 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Mac 你要去下载Power BI 你是装不进去的 它就是不出那个Mac版 这样了解 你只能用那个IBM的处理器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刚给各位的档案是什么档案 Excel 所以取得资料 我真的要告诉你 全世界只有他会把Excel 放在第一个顺位 联选Excel 真的我们至少都是用CSV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去找下载 因为你刚刚下载 你从Google云端下载下来 我刚给各位的资料 其实是放在Google云端硬碟 你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它当然是放在下载里 然后点选什么 这个超市范例 因为我刚下载了超市范例 所以点选开启 点了开启之后 它就开始去执行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是不是有三张资料表 有订单退货销售人员 请先勾选订单 假设明天你要去建立关联 这时候可能要把退货再叫进来 你明天再去做 可以了解 我的课程是不希望说 你一刚开始就先把所有资料表都叫进来 因为先了解一张 我再了解两张资料表 可以了解 所以请先加订单 然后你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看看这些字 尤其是中文字是不是乱 因为它都是正常 因为你看到都是正常的字 没有不正常的字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点 暂入 那如果你看到乱码要另外处理 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转换资料 好 我们现在因为看到资料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就是数字就是数字 文字就是中文字就是中文字 没有乱码 然后日期呢 日期 好 都正常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载入 平行载入按钮之后呢 接下来就执行 这样就把资料取得进来了 其实也就是像以色尔开启自由党 那你要让它跑完 跑完之后呢 你怎么知道它跑完了 这边没有再出现那个跑圆圈圈的那个图示 对不对 再来右边的栏位 有看到吗 刚刚我是不是下载 我是不是载入进来一个叫做订单的工作表 然后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栏位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栏位 然后接下来这些栏位 这些栏位 可以去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等一下有空 想一想一件事情 我现在有这么多东西吗 有这么多栏位 那我要分析什么 可以吗 这很重要 你现在不是说有资料 医生有资料 他就会去思考 他要分析什么 那你们拿到市民的资料 你就要去想 我要分析什么 对不对 好 那 这如果这边有呈现 工作表名称跟栏位名称 这就代表 我已经取得资料进来了 好 那就请你们点选这个 取得资料的ecell 然后类似像开启就导 请打开我们的这个销售资料范例 记得只要打开订单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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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